他是洛基,他是洛基,他也是洛基,还有他们,统统都是洛基 洛基先生本人对他们的评价是一群怪胎 能让自恋的洛基迷恋上的只能是另一个自己 于是一个美女版本的他 从这群妖魔鬼怪一样的时间变体中脱颖而出,走进了他的心里 什么是时间变体,就要从时间变异管理局这一机构讲起 TVA是个神奇的地方,靠着先进的时间装备 这里的探员人人都能吊打洛基 而且神出鬼没 今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出差 明天又跑到2077年的外星殖民地办案 足迹遍布人类历史 连灭霸都垂涎三尺的无限宝石 探员们当成出差销回来的小玩具 人人抽屉里都有一大把 挪威时间范的洛基不禁感叹 Hello各位观众老爷们好呀 今天云书亚讲的是最近火热上映的美剧《洛基2》 首先我们来大致梳理一下第一季的设定和主线 剧中的反派征服者康 原本是一位活在31世纪地球的科学家 他发现了多元宇宙的存在 每个人都有无数的平行宇宙版本 也就是时间变体 康一开始和变体们和平相处 互相交流分享技术和知识 直到一些野心勃勃的变体 为了征服其他平行宇宙 掀起了一场多元宇宙大战 几乎毁灭了一切 后来康的一个变体 发现了一条能通知时间和空间的怪物 埃里奥斯 并成功将其变化成自己的猎权 这个变体驱使埃里奥斯消灭了其他所有康 结束了多元宇宙战争 自分为征服者康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征服者康一手建立了时间变异管理局 并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 他把普通人从时间线里抽离出来 抹去记忆 对TVA工作 所有TVA探员都被灌输了这样的记忆 为防止多元宇宙战争再次爆发 三位大能的时间守护者将所有时间分支合并为一条时间线 这就是所谓的神圣时间线 TVA探员的任务就是维持神圣秩序 逮捕所有扰乱神圣时间线的人 给他们扣上时间犯的帽子 TVA没有监狱 只有拘留室 因为针对所有时间犯的审判 都是死刑 立即执行 洛基因为在富联4的故事里 趁着复仇者们穿越到2012年 偷走了宇宙魔方 被判为扰乱神圣秩序的时间犯 遭到逮捕 TVA记录了洛基的一生 在神圣时间线里 他注定要被灭霸弄死 只要洛基逃过这个结局 那就是犯了时间罪 一样要被TVA逮捕处死 洛基表示 这位诡计大神实在太小伙 他的遍体几乎都是时间犯 总能逃脱神圣秩序设定的准结局 TVA探员天天抓洛基杀洛基 累到一听见洛基的名字 可以就打哆嗦 洛基本人被TVA逮捕后 一位名叫莫比乌斯的探员 搞下了他的命 条件是 他要帮忙逮捕 另一名狡猾的时间犯 洛基的女版遍体 希尔薇 经过一系列的追踪 背叛和逃亡后 洛基和希尔薇摩擦出 爱情的火花 外人吐槽 这是他极端自恋的表现 但在洛基看来 希尔薇有着和他一样的经历 他们能够互相理解对方 帮助彼此 摆脱他们最恐惧的东西 孤独 可惜在面对征服者康时 这对CP决裂了 征服者康告诉他们 洛基和希尔薇的相遇 相识相知 包括一起杀到他面前 都是他导演的大戏 他已经厌倦了 独自坐在网位上操控一切 希望有一位洛基 能当自己的接班人 但如今 他面前出现了两位洛基 所以选择也变成了两种 一是杀了康 这会导致时间线重新开始分支 康的无数变体卷土重来 掀起新一轮多元宇宙大战 二是接替康 他们继续维持TVA 剪除变体 以免重启多元宇宙 洛基听信了康的话 想和希尔薇一起坐上王座 分享权利 携手永生 但希尔薇不这样想 他认为 所有生命都应该自由发展 执意要报复 夺走自己生活的人 矛盾无法调和 两位洛基只能大打出手 最后希尔薇夺取了 康的时间控制手环 向洛基踢回了TVA 希尔薇手起刀落 征服者康的话 是真是假 只能由第二季的故事来揭晓 故事一开场 洛基就和莫比乌斯 在TVA的走廊里激情赛跑 征服者康似乎没有说谎 希尔薇这一刀 没能让他和TVA消失 局势反而恶化 康取代了时间守护者的雕像 从幕后黑手 走上了明面 不仅如此 原本有意深厚的莫比乌斯 居然不认识洛基了 还带着探员要来抓他 洛基来不及解释 只能先跑为妙 跑着跑着 忽然跑出了特效 周围场景一变 原本把他当非法入侵者的 老熟人凯西 突然又认识他了 洛基环顾四周 猛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他被希尔薇一脚踢回了 更早的过去 纳什自己还没被抓进TVA 无认识这里的探员 如果情况仅仅是这样 洛基还能接受 但问题是 他自身也出现了问题 时间穿越成了不可控的被动技能 一步流程就会让他搜的穿一下 洛基束手无策 只能去找莫比乌斯求助 莫比乌斯此时更无助 他和B15望着疯狂生长的时间之轴 急着大把大把掉头发 再这样下去 神圣时间线早晚会崩溃 两位探员都得知了征服者康的真相 他们和时间犯没有区别 都是神圣秩序这一谎言的牺牲品 在被抹去记忆前 他们是否拥有幸福的人生 他们也想要Family啊 莫比乌斯和B15还在犹豫 要不要将真相公之于众时 X5就来传唤他们去开会 自从第一季的拉沃纳法官不翼而飞后 TVA就组建了新的司法委员会 两位新角色 达斯将军和干博法官 严肃地质问莫比乌斯二人 为何在神圣秩序即将崩溃的节骨眼上 停止删减时间分支 难不成破罐子破摔摆买了 第一季里被希尔薇斩首的时间守护者 已经暴露了机器人傀儡身份 这颗铁疙瘩就摆在会议桌上 明示了TVA正在发生的信仰危机 B15在会上将真相合盘托出 并诚恳地劝告同僚们 TVA每检除一条时间分支 就有无数人的生活被毁灭 他们不是在保护神圣秩序 而是在搞大屠杀 法官被B15说动了 下令禁止检除时间分支 达斯将军做这个劫策非常不满 难道就任由神圣秩序崩溃 那TVA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会议进行到这时 忽然搜的一声洛基穿了过来 他在奋力追赶莫比乌斯的途中 连续穿了好几次 中途回到了过去的TVA会议室 从录音机里得知了一个重要情报 原来纳沃纳法官的来头 比大家猜想的还要大 他和别的TVA探员不一样 不是康抓来的打工人 而是和康一起创立TVA的合作者 难怪康的阴谋暴露时 其他人都为信仰崩塌而痛苦 只有纳沃纳法官坚定地维护旧秩序 终于穿到正确的时间线后 洛基抢走X5探员的时间紧棍 这种TVA专属武器 能把接触到的物质从时间线上剪出 他戳穿墙壁 露出了自己在过去看到的征服者康的壁画 这位幕后大boss的形象 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象征着无法被彻底抹去 也无法逃避的真相 洛基说到希尔威杀死康 游离在时间分支里不知所踪时 达斯将军精神一抖 马上召集部队 准备大张旗鼓去捉拿希尔威 众人都有要紧事忙 只能任由他折腾 洛基虽然揭发了康的谎言 但并不打算颠覆康设计的秩序 他希望大家继续工作 保持单一时间线 防止多宇宙战争发生 但眼下洛基是尼普萨过疆 自身难保 他必须先解决自身随机穿越的问题 莫比乌斯把洛基带到维修布 引进了一位天才理工宅 欧罗波诺 由关继威饰演 洛基这部剧的设定和情节 跟瞬息全宇宙还挺搭的 算是强强联动双途防喜吧 莫比乌斯这个角色名 大家肯定会联想到莫比乌斯环 这是一种空间结构上 对无限循环概念的构想 欧罗波诺这个名字 则来源于一种自古流传的符号 咸尾蛇 它更偏向哲学层面 上征生命的无限循环 两位配角的名字 点名了本剧的主题 开头即结尾 从目前的剧情发展看 洛基成了这一循环的维护者 希尔威却站在对立面 成了敢于打破循环的变革者 两者的矛盾会在后续剧情里重点展开 由于莫比乌斯和欧罗波诺 这两个名字太绕口了 雲书给他两取个外号 一个叫老莫 一个叫阿威吧 阿威对洛基一番望闻问切 诊断他这个毛病叫时间溜脱 但TVA是没有时间概念的 理论上讲不可能出现时间溜脱现象 阿威也束手无策 然后编剧的骚操作出现了 洛基忽然穿回了过去 遇到更年轻的阿威 提前几百年把病情告诉医生 年轻的理工天才说 那我努努力吧 然后埋头开始搞研究 等洛基穿回现在后 阿威已经取得了技术突破 制造出时间灵光携取器 专等主角来拿 这次治疗需要老莫用携取器 把洛基从时间引力中抓回来 就算阿威设计出防时间辐射符 老莫也不能在时间引力旁待太久 否则全身皮肤会被撕裂 老莫吓得不轻 别人为朋友两肋插刀 他直接为朋友剥皮抽筋 洛基的任务更危险 他必须将自己从时间分支中剪除 等自己掉进时间引力后 老莫再用携取器将它捞上来 这非常考验两人的信任和默契 稍有差错 洛基就会掉进时间引力黑洞 从此万劫不复 治疗行动刚开始 莫非定律就发威了 希尔威那一刀产生了蝴蝶效应 时间轴的分支疯狂激增 法官又禁止删减时间分支 导致TVA的时间引力机房过载 开始出现功率波动 该机房是TVA的核心 它像纺织纱布一样 将散落的原始时间搓成时间支轴 再把支轴搓成一条主轴 也就是神圣时间线 这一设定显然参考了北欧神话里 纺织孕运之网的洛伦三女神 如今时代变了 女神的手工纺织纱也要输给纺织机 为了在不违反法官禁令的前提下 保护TVA 阿威必须关闭防爆门 给机房维护升级 洛伦必须在防爆门关闭前完成治疗 从不缺时间的TVA 现在只有5分钟留给洛伦 阿威塞给洛伦一个装置 只要绿灯一亮 他就要马上剪除自己 在这要命的时刻 忽然嗖的一声 洛伦又又又穿了 这回他穿到了未来 TVA人去楼空全员撤离 自己手里也没有剪除必须的时间紧棍 绿灯早就亮了 洛伦还在到处找家伙事 眼看着不得不关闭防盗门 阿威再三劝老莫放弃 就在洛伦万念聚灰时 奇迹出现了 一扇电梯门被人硬生生掰开 洛伦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人 希尔薇 然后他忽然被剪除 聚集故意卖了个关子 没有表明到底是谁剪除了他 是希尔薇 还是藏在暗处的其他人 比如下落不明的拉沃纳法官 不管是敌是友 这一棍救了洛伦的秘 老莫没有辜负朋友的信任 不顾自身安危 坚持到了最后关头 洛伦有惊无险地 治好了时间流脱 他在最后这次穿越里 看到了未来的末日几下 更加坚定了找到希尔薇 和他联手维护TVA 和神圣秩序的想法 达斯将军的大部队已经出发 为了保障希尔薇的安全 洛伦必须抢在他们前面 可希尔薇到底去哪了 时间分支多如牛毛 一条条找下去根本不现实 就在洛伦一筹莫展时 新的线索出现了 被达斯将军派去捉拿希尔薇的X-5 忽然在神圣时间线的1997年 失去联系 失联就代表肯定有事 说不定X-5已经被希尔薇五花大把 挂上路灯了 洛伦和老末赶紧下来调查 他们在伦敦的一场电影首映礼上 找到了X-5 发现他抢夺了一位电影明星的身份 自称布拉德·沃尔夫 非常享受美光灯下的生活 X-5一见到洛伦和老末 就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 他表面装老实 一转身就脚底抹油 老末反应过来赶紧去追 他跑 他们追 他插翅南飞 第一季洛基被抓进TVA时 限制了神力 每次一想发飙就挨打 一整机下来 脸都被抽肿了 在粉丝的声援下 第二季的洛基终于扬眉吐气 这第二季从服装造型 剧情安排 都表明了编剧打算让洛基 狠狠帅一把 洛基玩过影后 把X-5押送回了TVA X-5的口供反映了信仰崩塌 正从内部瓦解的TVA 他认为既然自己也是时间犯 被幕后黑手骗来打工 为什么真相揭露后 还要继续待在岗位上 他凭什么不能回到时间线里 开始新的人生 洛基抓了一个X-5 谁知道组织内部 还有多少个X-5 事到如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洛基只能坚持 走自己认为正确的路 他收缴了X-5的时间平板 发现这玩意儿被改造过 现在一有技术问题 老莫马上想到阿威 但阿威忙着升级机房设备 以应对不断生长的时间分支 这可是关乎TVA存亡的大事 洛基二人不敢打扰 只得拿回一本技术手册 回去埋头研究 边学边修 这段时间其他人也没闲着 B-15下令追查纳沃娜法官 在第一季里 由于一名探员被希尔维唤醒记忆 纳沃娜为了掩盖真相 秘密将其抹杀 就从这一桩罪行 B-15也绝不会放过他 凯恩负责侦测前领导的时间平板 这种事原本是靠TVA的虚拟人工智能 分钟小姐来执行 但随着纳沃娜出逃 分钟小姐也不一而非了 分析师手动侦查每一条时间分支 非常耗时间 不过凯恩也不是完全没收获 他发现分钟小姐最后联系的人 正是纳沃娜 显然这两个家伙暗中勾结 说不定正在某条时间分支里 寻找康的新遍体 B-15拉着凯恩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洛基二人 发现这两个学渣抱着技术手册啃不动 急得一脑门子都是汗 凯恩一瞧 说这活我太熟了 包在我身上吧 洛基和老莫松了一口气 不看专业的事 还得交给专业的人去办 想来想去 最适合他们的工作 还是讨论X5 混入希尔威的下落 X5不是普通龙套 有自己的人设和脾气 一句话形容就是超级独神 洛基刚选了没几句 X5就开始打嘴票 他说洛基你就是个天生的反派 在神圣时间线里坏事做尽 现在又来装什么好人 做好事比做坏事破坏力还大 TVA现在面临的危机 说白了不就是你和希尔威人的祸 捅了娄子就不认了 小甩锅 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玩意儿 你害苦了大家知不知道 想想你那惨死的老妈 X5最后这一句打出了灵魂暴击 洛基心口挨了一刀 虽然强撑着笑脸 情绪却有些克制不住了 老莫赶紧拦住他 X5骂爽了收不住 又掉转火力攻击老莫 句句说到Family 全是痛楚 老莫前面还劝洛基绷住 结果自己先破防了 眼看审讯要变成拷打 B15赶紧让他们出去冷静一下 事后洛基和老莫在茶水间吃着派 平复心情 聊一些知心好友才会聊得深度话题 X5的谩骂不全是垃圾话 他说出了所有TVA探员都在意的问题 既然知道他们有过去的人生 为什么不回归时间线和亲友重逢 建立在谎言之上的TVA探员生活 真的比平凡但真实的生活要好吗 老莫认为过去不可追 就算迟遇追悔 结果也可能失望 他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名字 但维持莫比乌斯这个身份 让过去和现在祸不相扰 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老莫嘴上讲得头头是道 但人的情感不完全受理智控制 他当然想念家庭 内心深处渴望回归过去 为什么他莫名其妙喜欢摩托艇 哪怕从没见过食物 这是否是过去残留的意志在作祟 这种纠结矛盾的心理 是老莫破防的根本原因 面对好友的痛苦 洛基无言以对 他自己的事都是一团乱麻 理不清捡还乱呢 两人唏嘘了一番描回了审讯的话题 他们一致认为 X5之所以敢这么有恃无恐 就是认定他们不会严谨逼控 老莫对同事也确实很不下心来 两人一商议决定吓唬吓唬X5 他们把一台用来拷问的机器推进审讯室 X5大笑认为他们在演习 洛基确实在演习 他把老莫骗出审讯室 重重关上大门 要陪X5好好玩玩 X5说的没错 就算现在洗心革面 洛基也没忘了当反派时的手段 在将被压成肉酱的最后关头 X5清理防线崩溃 供出了希尔薇的下落 洛基这边有了眉目 阿薇那边却陷入了困境 他升级了时间携取器 却发现防爆门打不开了 阿薇作为编写机房系统的人 名列上拥有最高使用权限 ID验证却一直失败 众人唯一的希望 就是寻找失踪的分钟小姐 往深处一想 这是否也是征服者康预设的一步棋 分钟小姐这条暗线的情况 暂时不得而知 咱们说回希尔薇 他杀死征服者康后 就卸甲归田 随便找了条时间分支 在1982年的美国某家麦当劳上班 通作非常卖力 甚至被评为谋犯员工 希尔薇入职这家店的契机很简单 他小时候为了躲避TVA的追捕 天天找发生末日灾难的地方藏身 日子过得非常艰苦 末日的饭店卖的都是去脸的烤老鼠 希尔薇一瞧麦当劳菜单上的炸鸡可乐 顿时幸福的好像来到了天堂 面对洛基的突然造访 希尔薇的态度很差 之前两人闹掰 等于已经分道扬镳了 洛基带着TVA探员前来 希尔薇一开始以为他是来抓自己的 洛基说明实情 他见到了杀死征服者康带来的末日 希望希尔薇能和他站在同一战线上 携手拯救世界 洛基还有一些没明说的心里话 他想和希尔薇在一起 舍不得他放不下他 可希尔薇已经全部放下了 拯救世界和他没关系 至于TVA当初害的他好苦 就是洛基身边这个根屁虫老莫 疯狗一样追捕了他不知道多少年 他们一巴掌打死老莫 提到杀定TVA已经是大人有大量了 执念也好仇恨也罢 希尔薇说他真的全部放下了 洛基很苦恼 他千辛万苦找到希尔薇 没想到他离自己越来越远 双方的谈话陷入僵局 老莫在麦当劳喝着奶昔看戏 X5全程神情紧张 反复闹着要回TVA 老莫察觉到不对劲 X5这么反常 难道是有埋伏 老莫一番追问 X5供出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消息 达斯将军借口去抓希尔薇 其实是被着法官擅自行动 他要炸毁所有时间分支 来维持神圣秩序 希尔薇归隐的小事件 也在打击目标内 众人一听赶紧去阻止达斯将军 同一时间TVA也察觉了达斯的计划 迅速追踪到他的下落 为了保住麦当劳模范店员身份 希尔薇重出张狐 冲在最前面 他们杀进造船场 达斯将军见阴谋败露 知道他的部队不是两位洛基的对手 当机立断下令加快轰炸时间分支 神力全开的洛基和希尔薇 对付TVA士兵犹如虎入羊群 很快就摆平了一切 达斯将军及其同党虽然被捕 那些惨遭破坏的时间分支 无数鲜活的生命却永远消失了 希尔薇见状对TVA的仇恨更深了 他怒斥洛基执迷不误 TVA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他是一个沾满罪孽和血腥的犯罪组织 立场的对立将两人越推越远 希尔薇又走了 他回到自己的小世界里 却无法再埋头当平头百姓了 复巢之下无完卵 希尔薇不是不懂这个道理 相信不久之后 他又会展开自己的行动 至于黯然回到TVA的洛基 得到了新的线索 拉沃娜藏身的时间分支找到了 第三集的目标 深情拉沃娜活捉分钟小姐 以上就是洛基二前两集的全部内容 我是于书 更多精彩 下期咱们接着讲吧 拜拜